老主播為了援助毛衣島的野火災情 其實州政府在州議會這邊開設了行動中心 跟物資的捐助站 你可以看到後面他們這邊開設了兩個車道 然後民眾他們可以快速的在這邊放下物資 那這邊會有人接手送到裡面的物資的集中中心 那讓後面的車子可以更快的往前來移動 他們可以加快整個行動的效率 在一個早上看下來 已經超過超過一百輛左右的車子 已經陸陸續續的進來了 那根據他們的統計 在昨天一天為止 就已經累積了一萬八千噸的物資 今天看起來還會再更多 那他們最主要需要的哪些東西呢 來聽聽看稍早的這段訪問 最主要需要的地方是 紙幣的物資料 然後在將來的東西 我們會把所有的衣服都給他們 都給他們的衣服 然後再給他們 因為的壓力 他們會需要很久的東西 他們會需要很久的東西 民眾捐贈物資到底有哪些呢 目前看到大部分是以這種毛毯 毛巾跟衣物比較多 那當然還有看到有一些包括尿布 還有奶粉等等 都是當地民眾比較缺乏的一些物資 那其實包括臺灣人在當地 他們也捐贈了一些物資到這個集中中心來 那去瞭解包括TACO 還有包括一些相關的臺商 他們都有開始在想說 要有更多的援助的活動 那現在看到這些援助 其實還是源源不足 願當地去了解目前的死亡率 還在往上升 那目前瞭解當地的這個復原速度 也還沒有辦法這麼快 那希望這些東西能夠幫助這些災民 能夠盡快的渡過難關 以上就是在現場的最新情況 請把時間鏡頭換給棚內